老丈人大病出院了 北漂姑爷是怎样的表现 回来了焦先生 去菜场买了啥菜呀 给咱们买了只鸽子 放糖喝 对伤口恢复有好处 那我拿厨房去吧 一会你就把它炖上吧 好嘞 把洗好的鸽子放在山锅里 再放点枸杞 咱妈带的豆角就剩这么一点了 给糊了 豆角好了 这么快好了 软糊了 烂了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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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豆角好了 做个小白菜豆腐汤 豆腐汤里头 吃点馒头 喝点菜汤 把菜豆腐汤好了 把菜豆腐汤好了 我妈吃饭吧 叫我爸吃饭吧 喂 豆腐汤好了一个多小时好了 我爸只能喝点汤 可以 这个汤泡点馒头吃 软糊了 软糊了 这中午剩下水煮肉我给他吃了 辣呀 妈妈那碗菜汤 你哪里吃了 爸 你用这个汤泡了个馒头吃吧 软糊了 放在汤里 软糊了又吃就行了 一杯一次 满脑子都是孩子 哭了笑了 时间都去哪儿了